但是吐蕃鼠那边有可能会造成 狐猛断子之孙 绝对不是危言属品啊 最近我观察 狐猛鼠和狐猛发现以下反常行为 第一 狐猛站岗他睡觉 第二 狐猛睡觉必须围着他睡 第三 食物必须他先吃 狐猛敢想上去就有 终上所述 我今天心里有一个可怕的猜测 狐猛是社会等级制度 非常明确的母系群聚类动物 组成结构由一个强壮的雌性 作为女王组制 只有一只雄性拥有繁育权 其他的雄性和雌性 都是保姆 保镖和兽兵 我观察我家这个种群 没有明显出现女王行为的虎猛 而吐蕃鼠偏偏撕个母的也就是说 他们应该是认这个吐蕃鼠为女王了 但问题是整个种群 只有女王有繁育权哪 现在情况就是 想繁育 要么他们打破这个生子隔离 搞个吐蕃猛出来 要么就断子绝孙 我真的好累